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一場談賽馬的時間 第二個場次會介紹第八場 第八場介紹的馬膽就是4號的有備以來 有備以來上場贏馬 終於你看見他的名次 你看見他輸的馬位去到贏的馬位是循序漸進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即是夠穩定的一隻馬 第二點就是上場贏少少英雄 因為上場未有多長的場地都是跟前一點 所以有備以來跟前一點 守住第二位快跟的雷工作是有利的 但是記住是快跟回來不斷的 比較快的前面的步速 27.74、23.37、23.57 他回到來是贏馬 歡喜心之後也跑第二 再出 受制萬步速輸給深中有利 所以這場水準不低 福愛寶之後也是贏的 快利寶就亂跑一通就輸了 所以這場馬水準不頑 有備以來能夠快跟之下不斷贏馬 表現不錯 這次也是排檔很好 其實可以用上次的跑法 絕對是座位望遠之選 三隻配角簡單一點 深中有利 深中有利上場雖然是賺了一萬步速 但是也算是彈掉其他馬 第二件事就是由蘇迪琼換上夏禮 我以為主要是不想給馬咩這麼多死榜 所以有心思的那個配搭 所以這次是繼續排一檔 所以遇著懶 也要拖回來 第二隻配角健康美麗上場 排二檔好像這樣 然後最後抽出中外檔一點衝 那天很多人都誤會了 到最後幾場以為中外檔衝最有利 其實那場馬而小米真的在裡面 少了一場人贏 你已經知道那天其實 不要以為是外中外檔衝特別有利 小米真的都贏得到 證明場地是很平均的 健康美麗選擇了那一刻 那一刻選擇了拉出去衝 那是虧了腳情少少 這次四檔可能沒有上次二檔 虧了那麼多腳情 那麼繼續潘頓騎翻要追法 那最後一隻平海飛星 唯有雙信蔡漢 因為這隻馬越排越近 我想上次是快跟 快跟是無限驚喜吧 好像是比較快的 看看先看看 二檔跟著是無限驚喜 如果沒有記錯 二檔跟著是無限驚喜 那場馬的頭兩段是 做27秒11 23秒43 跟著回來當然是潰敗 那潰敗得來都是輸三的馬位 即是不是停了 那蝕著位跟得急 回來是輸三的馬位 那這次蔡漢就好像是脫了眼閘 又減多了一分 排檔又好了 如果順利放出 那可能會有些不同的表現 所以都要兼顧 所以這場馬 選擇的馬膽就是有備而來 讓大家做WINP頭主 另外還有有備而來拖三的配腳QPQ 就是2號心中有利3號健康 未來12號平海飛升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有空來到我的Blogspot FacebookPost 我都會連到這裡 看到有興趣的廣告 可以按一按進去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那同樣我的YouTube Video 之前有時也會播一些片 YouTube廣告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下連結去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那最後當然了 來一來我YouTube Net Channel 頻道 記得訂閱和訂閱和鬧鐘 那日後有新影片 就在Notification通知 大家經常知道了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